提起陈仓区国镇宝洁人都耳熟能详 就是这个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地方却创造了一项中国之最 据专家考证 国镇这个地名已经使用了三千多年 堪称中国最古老的镇 国镇县为我是陈仓区区政府驻地 在这片具有悠久历史的西服大地上 曾经孕育了灿烂的周勤文化 但是国镇作为地名更是历史悠久 据宝洁县制记载 在七千多年以前 人类就在此繁衍生息 是福西所至 炎帝所生 皇帝所都之地 商末周文王母帝国众 被分封到此地 他在这里建立国国 是称西国 国镇由此诞生 公元前687年 秦武功消灭了西国 设立了国县 春秋时期 群凶并起 最后秦王嬴政横扫六国统一了天下 国国这个国民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但国镇这个地名被保存了下来 到了元代的时候 这个国县就并入宝洁县了 当时它都成了 就改为国镇 就是元代末年的时候改成国镇了 就是国镇这个名字啊 虽然就是从元代开始叫起 但是这个国字啊 一直沿用了 大概就是三千多年 它是中国 就是当今中国就是沿用 就地名是时间最长的地方 这个国家 的东西 不过 旅行 如果病人 不过 伍